南投士工手为了关怀银法族者的健康 疏解身心压力 特别办理银法族台语细故脸纳两瓜西 希望透过交流学习礼语 带领学员将手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除了获得知识也增进生活趣味 一生生自证腔圆的台语四句连 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朗诵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的认真学习 学员中有些人已经学习好几年的台语四句连 有的人才刚开始学习 跟着其他人一同练习 让人非常佩服他们的毅力 工作图书馆馆长表示 希望借由开设台语四句连念诗歌的活动 让银法族能够透过老师的授课 用米南语方式讲解古代诗词 了解历史文化诗词之美 同时也推广米南语文化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让关怀银法族 让银法族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让他们互相交流 也透过陈老师丰富的讲课经验 让陈老师用台语的方式来讲解古代的诗词歌赋 用台语来论述的方式 让长辈得到更多的了解这些历史的渊源的诗词 这一次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办的这种 乐观怀银法族的这种台语四句连的活动 那刚刚我有问过老人家 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好不好 他们觉得非常不错 所以将来如果我们有经费的话 我们会持续办下去 指导老师表示 闽南语近年来有渐渐失传的危机 因此希望借由台语四句连 一些诙谐逗趣 生动的语调和诗词朗诵 来推广台语诗词文化之美 最主要的课程是台语四句连 念歌诗 包括吃新年代说好话 因为我们现在台语 很多人已经开始失传 有些古代语也不知道怎么念 所以我们透过台语四句连 比较简单的 先让大家可以保重来念 像我们的去吃条和我们的重玩条 这种比较简单的四句连 先让大家来认问 因为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可以跟我们吃新年代说好话吗 所以我们现在也收集很多 吃新年代说好话 对乡亲和过程 到日同房 一直到参房 我们整个头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学员中虽然都是上年级的长者居多 但是学习态度还有精神值得肯定与赞赏 出发心就是要学习好听正统的米南语 第一就是幸福啦 再来就是说想要学一些 算是说汉语 较真正的汉文音 较会响 普通我们都说白威 白威到汉音就有一些距离嘛 你认识当中要学习汉音的文音 学习后就是说真有幸福就对啦 像说这买响的都经过老师这样一再集点 一再重复这样加出来 所以大家学得很高兴 琴声响起众人其声吟诗附诵台语四句连及诗词 在老师用心教导及学员的努力学习中 一起补出动人的美丽画面